好 我們再為大家重複一下 這是發生在剛剛上午7點58分 在這個花蓮地區瑞士規模7點2的有感地震 那麼同時8點11分的余震 也瑞士規模有6點5 好 那剛剛呢 根據了解 包括北市的震度有達到5級 非常的強烈搖晃 那麼北捷呢 現在也是全線停止的 要暫停營運到一個小時左右 而至於日本方面呢 因為台灣發生了這個瑞士規模7點2的地震 所以日本的氣象廳也針對在這個沖繩 好 發出了3公尺的海嘯警報 好 那畫面當中呢 看到的就是在花蓮的北濱街 好 因為這一次的這個鎮央在花蓮 所以花蓮北濱街呢 出現了一棟的民宅 好 這個應該是有四五層樓的民宅 發生了傾斜的狀況 那麼目前不確定說 裡面是不是有人員受困 好 那我們看到呢 目前大家都在講說 這個地震真的非常的恐怖 還有人說比921大地震 感覺還更有感 好 那因為現在準備出門上班上課 所以呢 大家應該通勤的路上 發生了這樣的有感地震 大家呢 都在驚慌窜逃 我們最新的消息連線給資深記者 好 各位觀眾可以看到喔 其實我們目前已經知道這起規模 7.2的地震喔 可以說是整個台灣全台有感 怎麼說呢 其實呢 大家應該都有感受到呢 今天7點58分的時候喔 早上呢 大家準備要出門的時候 這個地震呢 就來了 而我當時呢 其實我們可以一開始搖晃的時候 其實它一直都是左右搖晃 然後呢 規模現在知道的是7.2 台灣的東部海域 正央呢 其實在東部海域 15公里的這個情況下 可以說是一個相當淺層的地震喔 包括花蓮呢 的級數有6 宜蘭有5 苗栗也有5級以上 中部呢 也有5級 彰化5級 新竹5級 南投也有5級 桃園也有5級 台北也有5級喔 可以說5級以上的地方喔 其實呢 像台北過去呢 在921的時候呢 是4級喔 不過你可以看到呢 這次呢 包括這個很多地方 都已經超過了5級喔 其實呢 在這次的地震當中喔 你可以看到呢 最強的地方呢 就在花蓮縣的太魯閣 就是5強 那花蓮縣 花蓮市是5落喔 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你可以看到這起地震喔 其實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它的這個地震深度喔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淺喔 呃 在剛剛呢 在過了以後呢 其實在沒多久之後呢 其實又 又發生了一起的余震 而目前呢 其實我可以看到呢 這個這起地震 在規模可以說是7.2 可以說是在921之後呢 非常非常大的一起地震 呃 在南港這邊呢 那其實我們這邊在準備要出門的時候呢 其實發現整個地震 因為完全沒有辦法站的情況之下 外面的人 因為我們住在10樓 現在呢 整個外面的人 都是這樣的驚慌失措 想要 因為經歷了兩起這個10樓的搖晃喔 真的是很可怕 我們家的這個書櫃呢 直接往這個全倒了 然後酒瓶也全倒 然後包括呢 我朋友傳來的訊息呢 整個一樓的玻璃呢 是全裂的狀況喔 另外呢 我們目前從地震到現在呢 基本上都還是 南港地區呢 基本上 包括 為了這個 我們每次的南港 它也是全部都是 南港大停電的情況 到目前已經停電了 將近20分鐘以上了 而剛剛呢 在 有一些網友傳訊息給我 包括就是北捷的部分呢 他說在北捷的部分呢 可能就是在內湖縣的部分 已經是暫停停止了 另外高鐵的狀況呢 也是暫停停止的狀況 現在呢 因為就是要看 地震的特報中心 現在會不會就是 跟我們講說 可能就是這起地震 待會呢 它會說明 這起地震到底原因是什麼 當然我們會想知道說 是不是太平洋的 因為大家在可能前一個月的時候 就已經有看到 包括一些地震的這個徵兆啊 比如說很多的蟲都跑出來啦 在中南部就有一些 這個蟲都跑出來了 而且呢 在剛剛呢 其實地震測爆中心呢 也發 沒有瓦斯耶 好 地震測爆中心呢 也發生了海嘯 也發布了海嘯警報 包括了在這個7.38分 這起地震呢 這起地震可能會引發海嘯 要影響台灣 所以呢 在剛剛呢 同步發生地震測爆中心的這個 這個警報之後呢 在隨即呢 又發布了海嘯警報 也要提醒這個沿海地區的民眾喔 提防這個警覺 真的是要延防這個海嘯警報的危害 這是我們目前在這邊的狀況 好 謝謝宜安帶我們來掌握 目前的地震的狀況喔 那麼剛剛講到了 這一次的有感地震呢 包括在立法院二樓的走廊 都出現樑柱 有裂開軍列的現象 甚至石塊剝落掉落了 我們連線給記者林辰佑 哈囉 直播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今天一早7點58分 那今天馬德他是在家裡的休降的狀態 那7點58分 我現在住在西門 在四樓的時候呢 就感覺到非常非常大力的搖晃 7點58分就是還在睡夢之中 然後就發現怎麼越搖越大 而且這個搖晃的程度 我應該可以說是馬德出生以來感受到 最大的一群地震 然後呢他在搖一搖先左右 然後又上下搖 而且搖晃的程度很大 大到一個你都會感覺到 你是不是住的房子都要倒下來了 因為住在四樓 那在越高樓層 那感覺到搖晃程度就絕大 那麼在當時呢 因為我書桌上面 還擺放了一個玻璃杯 然後呢在這個地震發生 當下那個玻璃杯 就整個掉到地上 就啪啦一聲 然後整個玻璃碎片 就碎了滿地 那當下你真的會覺得 那房子真的要倒了嗎 就是非常非常的害怕 然後呢在搖晃的過程當中 大概過個三十秒鐘 然後就聽到房間裡面啪了一聲 啪了一聲之後呢 就整個都停電了 那包含了冷氣啊 包含了電風扇啊 還有那些燈啊 完完全全就直接斷電了 那當時呢 因為這個室友們也都在睡夢之中 他們平常都睡得很沉 但是因為今天就直接被地震給搖醒 你們就可以知道這個地震規模 到底有多麼樣子的劇烈喔 那麼根據這個裝上署的資料 台北就有五弱的這樣的一個震度 所以你在高樓層就能夠 越感受到這個越大的一個搖晃 然後呢之後我就 人就走出房間 再看一下呢 這個家裡的狀況 然後就發現 連放在洗手槽上面 那還有從八分滿 這麼樣重的一個洗碗機 都直接被搖到洗手槽裡面 本來是直放 直接被搖到洗手槽裡面 那大家就可以想見喔 這一次避震規模 到底有多麼樣子的劇烈 然後那個搖晃程度有多大 而且更不用說在八點十一分的時候 還來了另外一起的余震 雖然說這一次在台北 是三區的震度 比起七點五十八分 五弱的震度還要來得小 但是呢 因為你前面已經被搖了一次 非常害怕 然後你就非常擔心 會不會再來八點十一分 那個余震 其實還是變成下一個主震 會搖得更大 所以呢 在八點十一分那時候 我們所有的室友完完全 都到先到陽臺上面 因為這次也逃不了 就先到陽臺上面 就非常擔心的這個搖晃程度的變了 越來越大 所以鎖進呢 還要當時呢 台北就只有三區的震度 不過呢 因為這一次的這個警報 我們在搖晃的當下 我其實就有稍微的來看一下我的手機 但我就發現為什麼我的手機 國家級警報都沒有響呢 之前只是一個衛星飛越上空 那個國家級警報響了好幾響 結果呢 為什麼這一次地震這麼大 連個國家級警報都沒有 那當然我自己同學的前組裡頭 也有在提到這件事情 怎麼國家級警報都沒有響呢 還是這一次放下呢 所以其實不太了解說 國家警報它被發送的定義是什麼 這一次地震然後這麼大 感覺應該地震前 你就會聽到喔喔喔 就會把你直接叫醒 但是我們這一次很明顯的 搖晃當下喔 你才被整個嚇醒 然後你看 什麼什麼事情都沒有 難道我們就變成了國家的編人人了嗎 但是無論如何喔 其實在那個地震發生過後呢 因為這人說是馬德真的是在 是大的地震 就算是可能之前連任的時候 也沒有感受到這麼大的一個況度 所以這一次真的看到玻璃杯掉下來 然後那些玻璃的時候 其實心都還在站走成 然後手都還有一點在走動 我相信大家看到那個配傑 因為在棚內喔 也是說八點超 他整個人的C都還在站走 但是還是必須要 鎮定的來跟大家播放 所以大家可以想見這一次的 整個的狀況有多麼樣子的激烈 都知道了 我真的不知道 你們在一起 可以看到嗎 我就不知道 對那些什麼事 會不會太久 你還是不忽敗 走來 走來